欢迎收看文创Live第16集的播出 今天节目要带您来认识 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新产业 空拍美学 从亚马逊 Fastbook Google 真的都要投入这个无人飞行机的新市场 其实在台湾也一样 尤其齐柏林拍看见台湾纪录片之后 空拍越来越热了 但是要用空拍机拍出气势磅礴的美景 这背后可就需要专业的技术了 有人懂运镜 有人来操作飞行机 同时还要跟导演与演员配合才行 在台湾就有赠美群空拍的团队 他们是四位空军退役的军官 加上四位导演歌摄影师组合而成 一开始是30年前入门当起了遥控飞机的玩家 这五年顺应空拍商机 接的案子我花八门 从国防征搜 救难上山下海 甚至民间搜证都有 除此之外 团队也自动自发拍下了太阳花学运历史遗课 还有空拍319乡镇的美景 这些放上网路免费来分享 只希望更多人从不一样的角度 可以看这片土地 但台湾至今是没有任何空拍法规的 所以五年创业路跌跌撞撞 撞坏了有十台百万机器 一度必须要抵押房子借款来还债 来看我们的飞行梦 背后有着理想与故乡的召唤 这是我们平常习惯看世界的方式 我在台湾有一群专业的空拍团队 他们是用不一样的角度 在记录这片土地 他们是台湾第一家多学艺的公司 空拍时数全排第一 但您不知道的是 他们用镜头默默记录着城市 记录着乡镇和深山 用这样的镜头 记录着319乡 这几年的变化 小时候也是常骑脚踏车这样晃嘛 晃晃就觉得还蛮大 附近拍摄的时候觉得 比我想象的还香下 对 甜还是甜 然后房子就是那种老房子 那个大佛的旁边飞过去 然后就很清楚地照到 我们那个大佛的脸 看到很多高楼大厦 看到很多亮丽的这些路景 可是当我一升空之后 当我视角放大之后 我用重整角度看了之后 好丑的城市 对讲机另外一支在鞋那里 都拿出来吧 小到大的老到旧的 刚刚的侧门 直击空拍团队出任务 今晚这天台风海景已经发布 却也是沉降气流笼罩 云层最稳的时刻 出击抢拍跟时间赛跑 我们现在任务在北投是一个比较小范围 自由的飞行方式 所以可以看见出动的器材 是这样的四轴八螺旋桨 这个看起来大概几公斤重 飞行总重大概15公斤 15公斤 一位是我们的摄影助理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飞行助理 后头还有两位灵魂人物 包括我们的摄影大哥 还有在旁边这位是我们的飞手 我们可以看见他手上还有控制盘 主要就是控制这个直升机的飞行 是 右手边这是飞机的上下 这是左右横移 这是前进后退 这是左右旋转 一切直接就绪 只见风海景轰隆隆 转动机翼 缓缓升空 这边是导演和摄影协调 全神贯注 拎着萤幕 调整构图 我们拍整个新北投的 这个环境好了 大环境好了 对 左边多一点 低头属伤的飞手 负责操控直升机 助理也在背后一段回报数据 这件空拍机离我们越来越远 控制在一千公尺段里内 转帮小竹心与演员在表演 助理去回报 该回报 换电池 没画面 没有啊 还在 有画面吗 没有 多久 大概十分钟 时间快到就是要赶快叫他们回来 就是有时候导演或摄影师 看到那个画面他很喜欢 但是电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要用怒吼的告诉他们 快要回来 电压不够 一定要告诉他们 原来想象中的浪漫飞行 实际上更像军队在打仗 靠默契 靠沟通 每个步骤 满活不得 比起创意 其实更强调纪律 团队中还真的有四位团员 从空军退役 有军队背景 因为我是国中毕业就去考军校了 因为我是空军的 只修飞机 没有办法开飞机 那我就想说 那就玩遥控的好了 一直玩 玩了到现在将近有30年了 也有去参加过 我们国内大小赛事的比赛 空军退伍的第二春 加上另外四位专业摄影师 团队清一色 是男子汉 自领个待遇你看看 好吃耶 好热 发心要吸油吗 落网镜头爱搞笑 唯独聊到故乡 从空中看见 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铁汉也无情 西螺平原的海风 猛看着这座立的图案 美的钢 猛看着这座意志之塔 快跑 到最后 我微微的颤抖 但是我 捏只小抄念出余光中的诗 摄影师建宏 想形容空拍西螺大桥 那一刻的感动 那个地方是我小时候 骑单车经过了一座铁桥 叫西螺大桥 就往桥下一看 哇 好多西瓜 然后我们到桥下 摘西瓜吃吧 吃了吃了吃了 瓜农就从旁边一经过 小孩 你们四个吃了 不要浪费哦 本来我以为他要骂我们 为什么偷摘西瓜 如果说记录不香的美 是摄影建宏最大的成就感 对制作人冥想来说 空拍是为了母亲遗愿 改变冥想的那一天 是2009年莫拉克风灾 一夕之间部落失联 家园全会 一直都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络 那后来 跟我哥哥协调之后 我们就连夜 就是开车下去 那因为那个路完全是普通的 那个盖遗山的遗山 走位的走位 后来我跟我哥就走路 突出山去 车子上不去吗 没有 四轮传动上 一定要四轮传动上 他们走了好几个小时 终于到家了 然后 就发现小梦道 所有都变了 所有都变了 家业没了 土地都没了 这全部都没有 好不容易赶回乐野部落 病倒的妈妈 不敢相信兄弟俩 翻山越岭 徒步回家 摸着冥想的脸 哭了 有啦 我帝了 回来吧 本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 真的 一起之间 一起之间就这样真的倒了 就这样再也跑不去了 最后的愿望 他想说 再把这个家就是建立起来 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死去的老爸 子欲养而亲不带 最终冥想的母亲留下遗憾 来不及看见部落重生 冥想下定了决心 用镜头记录故乡 献给天上的母亲 第一个镜头飞上去 哇 我觉得 我的家像就是过去美好的那种风光 好上好嘴 又回来了 这样 哇 我觉得 哇 好棒 对 我的家像永远是这么样的漂亮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 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机遇 让我踏进空拍这一块 踏入空拍领域 从零到一 船员搬出一台台古董机 五年来是多架 见证创业路减薪 这台就是早期 在多旋翼没有发展出来之前 早期的空拍就是用这样的机型 螺旋桨我们都讲 它是两把拍战刀 所以它在旋转的时候 你被它打到 就好像被刀子砍到一样 所以它是非常危险的 从早期螺旋桨造型 到进入多旋翼系统 有如八国联军品装车 这个是我们多旋翼系统的 第一代尝试 里面所有的零件 当初来自六个国家 本来的马达是 捷克来的 可是它本来是遥控飞机的马达 那包括这个螺旋桨 我们前后测试 至少三十款螺旋桨 因为它的驱度 它的材质都影响到生力 那在早年电池的效率 还比较差的时代 我们要支柱比较 包括里面的这个螺丝 这一台有100多颗螺丝 都要自己用特殊材质做 因为要轻量化 一个螺丝省一公克 总共就省100多公克 少折五六十 贵到百万 方当下来就没了 很怕接到团队同仁电话 只要一看到是团队同仁的电话 就会莫名的恐惧 因为我不知道下一句 它会告诉我 摔飞机了 然后打到谁 什么会什么 还是它会跟我回报 任务成功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犯了很多错 买错了很多东西 然后走错了很多路 然后到最后 我们都不确定做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还不错啊 对不起 地球完美 虽然我不是处母座 太阳下去我还在 应该这样子 我们是早出晚归啊 台湾是有无数我们这样的人 无数小创业者 无数小疯子 然后各自在想更多的可能性 尽一切的可能 把我们所能记录到的美景 记录下来